两个人疑似爬上了美军运输机的起落架 不过起飞之后硬生生的被甩落到地面 戳活摔死 而拜登所谓的美国承诺是沦落至此 美国议员就直言 台湾看到阿富汗恐怕是下个半死 连声枪响中 大批阿富汗民众吸家带卷 扛着大包小包行李往机场黄奔 下一步更是你推我紧 用爬的也要爬上飞机 狭窄的阶梯根本撑不住 这么多人的重量 还有人眼看就要掉下来 使尽全力扒住梯子 推特上还流传一段影片 疑似有阿富汗人抓着美军运输机的起落架 试图强行上机 却不幸从高空中摔落 塔利班15号一举拿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宣告战争结束将建立伊斯兰酋长国 当天晚上机场停机坪 就已经是一片混乱 成千上万人潮争先恐后 就是想挤上飞机逃命 就连阿富汗最大监狱也大举释放囚犯 据传这些囚犯中还包括塔利班的最强战士 统统重获自由 美国政府在2001年911之后就出兵阿富汗 但现在才一宣布要撤居 塔利班就势如破竹 九天内攻占19个城市 甚至重兵武装进驻阿富汗总统府 逼着阿富汗总统甘尼逃往海外 如此兵败如山倒的混乱局势 结果美国议员在推特上直言 若他是台湾或乌克兰 看见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一切 一定会下个半死 因为这就是拜登政府展示出的美国承诺 不少外面更猛批这场阿富汗战争 美国用20年出钱出武器 证明自己输惨了 又让塔利班重夺政权 简直堪称21世纪最大乌龙 记者中信文报道